记者黄建华、黄旭磊高雄报道,庆富承拦猎雷剑诈待案在报案外案,今在有自称庆富员工向媒体爆料,庆富取得新打港造船厂用地也一设臂。 录音内容显示,去年10月7日,高雄市海洋局长王端仁和渔彦署官员亲父庆富公司和副董事长陈伟智务团,涉嫌明示渔彦署设下对庆富有利的土地标诸条件,还不会演有些动作要等上网之后再做。 以私下指导其海洋局声明,当初会面是为了争取投资,讨论过程难免出现不成熟的建议,但绝没有私相授受。 自称庆富离职员工向媒体爆料,高雄市海洋局、渔业署等高官位协助庆富取得造船厂区土地,多次私会庆富总裁陈信南,副董事长陈伟智,协商如何取得新打港土地。 自称庆富离职员工向媒体强调看不过去,强调政府办理招标相关文件内容还没有上网公告前都要保密。 此案却是高雄市政府和渔业署等政府官员,主动去庆富找副董事长讨论应该如何写土地招标案内容,如何限制其他人竞标,完全是为庆富量身定作标案,让其他人无法竞争。 明显土地庆富。 对此,高雄市海洋局声明澄清,庆富公司在列雷建合约得标后,希望能在高雄市新达鱼港投资设置修造船厂,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 当然信任并结成欢迎一曲的国家标案的厂商来投资,其能促使新达鱼港活化、发展及增加当地职业机会。 所以才有105年10月7日的会面讨论如何协助的方案。 海洋局强调,讨论过程中难免出现不成熟的建议,但最终仍在合法的前提下,采取公开标租的方式进行,绝没有私相授受。 爆料人并提供一份录音内容证实,去年10月7日上午,海洋局长王端仁、云叶署官员等人私下和幸福附董陈伟志见面。 陈伟志向王端仁求助表示若以高雄市府拟定的促餐法,BOT模式取得土地会来不及建场,若以公开标足的方式,怕台船来搅局。 录音中,余叶署官员表示禁语出租是法性有困难,王端仁认为站在公部门立场,还是公开标租方式最好,但建议余叶署设好条件,不然一堆阿猫阿狗进来租。 王端仁并提醒,条件筛选后,要庆父针对台船,中性先去沟通,还说中性较无问题,台船部分等招标文件上网了。 找总裁出面去跟政委讲,王还提醒有些动作要等上网之后再做在场有人回应了解局长的顾虑。 最后庆父果然顺利取得新达港造成场区土地,但至今仍未完成建场。